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 那个是西方的圣人 然后西方的圣人也目要见他 就是东方的圣人 从这个记载下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代的人物 很难遇到一代这样子的人物 就说呢 这么有影响力的 这影响力呢 当时归之来 秋之来也 来了那个叫大梁 驴光下了那个本钱了 就已经十万军队去了 把人家求职都灭了 然后才把这个人呢 带回来 带回来 所以 不是汉人这样 汉人没有这样 汉人都是兜夫的思想 但胡人就是这样 胡人呢 当时他来统治这个汉人 知道汉人文化 有文化 有文化 但是他也不愿意呢 接受你的文化 他统治你嘛 还接受你的文化 是吗 所以他要到他呢 那边呢 远方去搬来的这个文化 他的文化呢 而且呢 都知道这个文化呢 可能能够凌驾你们 然后呢 就表示他有能力 不只是呢 这个文 文陶 不只是武略 还有文陶 就这样 所以 这个 胡人 对于信佛呢 都要把这些重要的人物 然后 来 请他们 然后 供奉他们 成为国师 国师就是 就是一个呢 帮助国家 在重要的 决策上 在重要的一些呢 事情上 给予参谋 这是呢 非常重要的 在 古代这个历史 从 这个呢 东汉一直下来 到南北朝 一直到呢 这个 道安 这个好汉 出现了之后呢 你看 道安到最后 他就是要制止 邀请 是吧 要制止 他呢 那个呢 不要出战 大家都谈了 不要让 都不要出战 但是都没有效 邀请还是要 邀请还是要 邀请还是要出战 出战了 最后的时候 就 大家推到安 你 你比较得他信仰 因为他请你到呢 那个 长安来 然后呢 帮助你呢 那个呢 做翻译的这个事情 才有 中国佛教把这个目录做出来 200年的 那个所有翻译的东西 道安的团队做了整理 道安是个真正 真正的 值得幸福的人 我没见过他 但我看佛经了这个时候呢 我对他呢 都是新的怀念 怀念的什么 那个年代里面 如果没有他去做这个经典的整理 然后呢 开辟出新的一经 就论笔啦 写序啦 写书啦 再分 再把它呢 论文式的分为呢 训分 郑总分 流通分 这样 让后人呢 写这个东西容易 他大量的这个文字整理 然后 还带了一个团队 那么艰难的时候 带的团队呢 比我们现在佛学院的那个师生都多 那是呢 不可思议的一种情况 那都是呢 当代的那种 我们今天来叫 当时就叫士 那种名士 今天我们就叫知识分子了 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所以啊 一个大实际的人物呢 才能带得动这些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不是好带的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啊 道安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下来呢 他没见过他这个慕名的好汉 从西域被吕光带回来 在呢 那个露梁了之后 吕光回来了之后 这个肥水之战就打败了 那个道安劝他 他都不听 就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 道安也就没有了依靠了 后来他的团队就散了 他也在 他就不久就去世了 所以当时才有庐山 然后呢 就是呢 下来呢 就是 发险 发险和 当时团队的一个成员 我和我讲 就是 当时就看团队散了 他们还是延续道安的那个工作 知道呢 这个生不能没有这个绿的区范 如果不造成团队呢 那个大法的弘扬 就劝缺了 稳定的力量 所以呢 发险 就到印度去寻找这个绿本 寻找就是戒律的这个绿本 所以他寻找了之后也就是 你看我讲了 过到雪山的这个时候就 那个就冻死了 冻死了之后呢 就是 那个当时当然是哇哇大哭了 他都不愿意走了到寻 所以他们的情谊是非常非常密的 大家都围了一个 围了一个信仰 去的这个时候 这些都是呢 一等一的知识分子 到印度去 所以过了那个雪山之后 等他要回来的时候 按照这样子的常理推测呢 我是学医学的 那个倒枕 因为岁数太大了 他体温呢还不如 他的体温呢 液寒的还不如 还不如发险 所以他的腿冻坏了 到了印度了之后 是艰难的支撑 找到 找好材料 他回不来 他就 回不来也不连累这个同修啊 他没连累 所以当时的这个独立人格 他们这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呢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有使命 有报复 有远见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 带回来 所以带回来呢 你在青岛上岸的那个时候 你看 发现一辈子没出事 他把重要的东西都翻了 然后又接回他的团队 都把这个东西翻了 这是呢 各位可以去追究的 道安呢 是一个这样的这个人物 然后呢 才能够结合得上 他这个团队 就后来影响到罗胜进来了 罗胜的这个工作呢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一辈子翻译呢 应该比 玄奏法师翻译的呢 更加容易读他的 像我们读这个金刚经 是吧 一般用的金刚经就是 罗胜的一个义本 然后我们读的法华经 也是罗胜的义本 对对这些都是 所以他的义文呢 比较好 主要他这个人呢 刺苦头也比人多的 他呢 被这些所谓的那个 不一定有信仰 但是他知道这个 是有才华的人 他就用他自己的那个 尝试来看了 来给他相处 所以呢 这个文人呢 就是要 艰苦的这种 冷冷 看冷 看冷 来求存 求着呢 这个 生存 好 换一个转过去 那罗胜进来了之后 就罗胜的这个翻译呢 我就说了 他除了翻译大乘经之外 还有呢 这些像呢 那个 禅修 要解 然后呢 禅法的三昧 这些呢 重要的禅经 也是当时 罗胜翻出来的 所以他 他的那个 禅修 要解 禅学三昧这些经呢 也就是 我们今天 今天这个年代 正在交的 正在交的 像呢 那个 狗云卡啦 然后就还有 现在 在交缅甸禅的 那个 帕奥啦 其实 没什么了不起 你认真去翻 翻螺蛇 那时候呢 翻的这个 这个呢 座禅 要解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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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 就是在讲这个 这个呢 官司生 官不禁 这样子 人家也不是 那只 就是直接从印度 到西域而来的 并没有呢 太大的 这个呢 出路 那我们呢 如果不看这个 经教的时候呢 就 容易 这样子 就 好像 谁才是大事 中国人呢 是个有文化 好要文化的一个民族 他除非没有见到 他见到了之后呢 一定不舍 他一定有慧眼看到 是吧 好 这个人物来了 他也做了一些翻译 他翻译的一个经典 也是一本很重要的 我 有没有写到他翻译的经典 我没拿来 他只翻了一本 用他的名字 记得了 用他的名字 叫佛陀巴陀罗经 这唯一流存的 也是在讲 当时叫小称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其实也就是今天 我们讲了 根本佛教的这个修行要义 像我昨天 前天我在讲了佛的评生 如果说佛一生 概括着他 已经讲了这个法要是什么 大概这本经是那些内容 那我大概看这个人物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一生的这个著作者 翻了那本经 这个人物也是一个呢 就是有性格的人物 他和罗胜在一起 罗胜欢迎他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他看罗胜的这个工作 然后他就讲他的专长 然后他就讲他的专长 罗胜的这个弟子呢 有偏见 就都以为自己是大乘经 就不太不太不太能那个 能欣赏和接受他的这个经教 所以他就感觉到为难 就大家在一起呢 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 相处不能闻人相亲 像武将呢 就没什么武将大概 他如果像闻人这样 能够跨过这个门栏 就是说我打败了 我就给你学 我就是那种人 你说你好 我说我好 不能说了算 得出来比一下 练武的人从来不会 但我到台国也是 我83年 那个好汉 他是全曼谷中量级的 那个三年拿冠金 他说他行 中国功夫他看我弄了弄下 不行你们这些东西 我不行啊 我说呢 没比过你还不知道啊 晚上我们就偷偷到后面 水井旁边那边就比了 戴拳套 哎呀打得我乱了套 都在挨打 挨打了呢 乱了套被挨得很惨 然后呢就说是嘛 我就想你不行了 我说哎 确实是不行 我说我不顺手 就是套了全套嘛 我说我的功夫展现不出来 不顺手 他停了也弄了一下 还不服啊 你怎么才顺手啊 我说我们拿掉手套 好 拿掉手套 又打 这一次可顺手了 打了之后呢 他才知道 哎呀真的是 就是接近你呢 不是好玩 我们呢 就是呢 我学的是少年拳 我们呢 这个拳是翻滚了 这样打也可以 这样打也可以了 他是翻滚的 还不只是轴翻滚 我们就手也翻滚了 是吗 都是红拳 是打桥了嘛 所以呢 一晋升了之后 他可没这么容易了 那时候他就说 哎呀还是有 还是你们的也行 那就是打成平手啊 那后来我们就是 很好玩朋友 我就学了很多 泰国的这个呢 称为国家的一个 什么 啊 对对对对 是他国家的一种 一种文化的精髓 是 泰国有两种运动 一种是斗鸡 是养鸡 养鸡 养鸡来打 叫斗鸡 一种是斗人 是吧 就打拳 这个是呢 他的国税 是吧 这个是一段历史 所以文人呢 当时候 他们的那个 这个是个禅食 来的 但是 南权的这个禅法 都是在用功的 说 用功的人呢 心非常锐利的 他马上知道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他就准备 离开了 他准备一态 他已经有影响 人家有功夫的 就是有功夫 他已经产生影响 所以产生影响呢 有几十号 这个好汉跟着他走 要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 他一离开了之后 庐 庐山会远 他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呢 他就把他请到那边去了 那庐山会远 庐山会远 请他过去了之后 才把这个 他的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 叫佛陀巴陀罗经 翻了出来 佛陀巴陀罗经 是其中一个名号 他还有两个不同的 这个名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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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讲 回头来我讲一下庐山会远 我所理解的庐山会远 庐山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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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他是念佛的初祖 庐山会远 庐山会远 是一个中国 中国 就是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 他对于中国这种 道家 鲁家 那些 柱子白家 他都已经有了底 然后才学 才追随 道安法师学 道安法师学 他在道安身边 十几年 他是随道安法师出家的 听了道安法师讲波罗就出了家 因为老庄不如波罗 他就出了家 出了家了之后 一直侍奉着道安 一直到晚年 他离开道安 离开道安了之后 他自己到了念佛堂 那边庐山 他本来要到广州了 到了庐山了之后 就被他的同学留下了 他就到了庐山留下来了之后 他后来就有附持 他不够住 他就�何妇 附阀就给他让建了 另外又洞灵了 洞灵寺 然后他就留了下来 这人呢 他最心以佛学是个知识分子 所以知识分子就是对知识的讯息 对文化人的触角特名类 他就是爱接触这些有文化的人 给他学习 当时整个所谓的汉人 对于西域的这种东西 都非常非常罪心 只能够这样说 所以他把他请去了那边 翻禅经交禅义 到底卢山会员 他是怎么样用功呢 大体上我们后代应该多了解这个人物 才知道他是怎么样用功 我今天讲这一段就讲完了 我要回首到印度去了 回到印度主要有两点我要讲的 然后我脑袋出了今天早上就把我的结论写了两三个 所以我把这两段历史讲下来 一个是孔雀皇朝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孔雀皇朝 然后也就是属于把希腊赶了出去 然后他把希腊赶了出去 把印度这个图在印度历史上是最大的一个帝国了 他完成这个帝国 当时他完成这个帝国的时候 他的名号可不太好听了 他叫黑阿玉王 到了佛之后他皈依佛教之后才漂白了 变成白阿玉王 黑阿玉王的这个时候他是个上武精神的猛将 各位先听好 我昨天讲了上武精神对不对 他先黑后白了 这个好汉 他统治了这样子的一个疆土之后 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文武全才 虽然有武功 但是文字的能力也非常强 要不然的话到现在为止 印度人想起他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祖 他的那个国家的这个祖 都不会忘记阿索卡 就是属于一个 在印度历史上 虽然他们不重视历史 但这个人一直留下来 马上就打天下 马下要能治天下 马上得天下 非得有武功不可 那下马了之后要能治天下呢 比武功还难 你必须要有文韬武略 也不能够放弃这个武的底子 所以你看呢 孔雀王朝之后一代不罗一代了之后 最后就把这个皇朝又丢了 所以不是你打下来的天下 你如果要去治还不一定治得好 文韬是不够的 还要有武略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回过头来我来把他形成 佛教也是一样 佛教的这个圣衰 你看当时佛陀 他带领的这些都是 真刀实枪能战的好汉 那战什么呢 战六群 这些名师他都能给他辩 这些大天下的他都给他献策 他问证都能献策 这样子他才把佛教兴生起来了 兴生起来了之后 阿罗汉清净无真 把他写好 什么叫阿罗汉呢 清净无真 如果说是菩萨呢 菩萨还有什么比阿罗汉更特殊的 菩萨呢 就是知永无畏 你能掌握着这两个东西呢 不偏向哪一个呢 你就是叫正直 偏向哪一个呢 那个都叫骗 我把它称为骗缺 缺就缺少的缺 三层工作解脱床 或者是三层供入内盘 这三层除了不出事呢 辟子佛呢 只有两个出事 就是阿罗汉和菩萨 所以两个有他们的这个常才 一个呢 就是属于文士 或者是气士 但博成呢 清净无真到那个情况 一个呢 就是属于文韬五略 他必须要有 有呢 那个在佛教衰败的这个时候 他有知永无畏的精神 他才能够挽回佛教的这个衰败 这呢 是我们呢 学佛的这个弟子 不是听了大道理就好 人呢 得把这个精神学好 我当个出家人呢 我两边走 我看了之后呢 都知道他的常处在哪里 我细心在学这个常处 所以阿罗汉王 他家族 当时是养孔雀的 就是今天换句话来 也就是养家禽的 但他养家禽呢 发了记了之后呢 从政 他就 应该这个家族呢 很有很有从政的才华 对吧 也很有呢 那个 能力 像我祖父母以前呢 我们也是从政的那个家族 所以 家里呢 都把教头 教头 或者就是会打仗的人 请回来家里教 这是他们那种年代 所以应该是请回来家里教 所以呢 到阿罗汉王呢 这个时候呢 真的会打 而且呢 就文桃武略能治了这个天下这么大 后期这个衰败了 不管他怎么衰败 到了 朴白成为白阿欲王的这个时候 他也认证 认证是什么 就是 把佛教 解极 然后 把佛教的这个部教 成为国策 也就成为他外交的手段 成为呢 他这种呢 邦交 邦交的一种呢 这个策略 所以呢 他把这个版图弄了 维持着一定年代的一种呢 那个 那个 和平 之后呢 到国立衰退 这个后来的 这个 接上去的那种 权力的那个中心 已经不成气候了 让人瞧不起 这个 国家就过去了 所以 所以 奥一玩 版图一过去了之后 到 新疆 新高 新高王朝 新高王朝呢 你看呢 当时 这么大的这个版图 它就变成 只有这么一点版图 加林嘎也独立了 这里 他也独立了 当时这么大的一个版图 现在变成 这么小一个版图 外强继续侵略 那时候就快要变成 桂双王朝 桂双王朝 也就是佛教再出现的一个王朝 当时是 阿易王王朝呢 就是佛教最新的一个王朝 之后呢 到圣高 圣高呢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 希腊这个地方 就成为 一个是伊朗 另外一个就是属于 抗拒 抗拒 到这两个地方 他们都很强大 那么呢 他只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地方 为什么他只得到这么一个地方 他是恢复婆罗门教 那当时呢 佛教已经传了出去了 佛教的影响力已经很大 婆罗门教呢 和佛教比起来 他的呢 这个国际观 他的那个呢 胸怀天下的那种呢 这个胸怀都差得很远 文化的这个格局小 那个容忍的那个格局也小 所以他只能够 有一定的这个力量 但是他用了一个叫 三个 就是用了 回来到现在呢 印度还是称他们自己成为狮子国 以狮子为神兽 那么我这里呢 把佛教的狮子给各位讲一下 我所知道的这个狮子 婆罗门讲的狮子没有佛教的厉害 所以我不讲他 星高王朝的狮子 我讲佛教的狮子 那佛教狮子定义第一个叫狮子吼 所以狮子吼就是人中狮子 人中狮子 就是白兽之王 狮子一吼就能征服白兽 叫狮子吼 那就是狮子呢 能够就是降服一切 独步无畏 他有一个特性叫独步无畏 独步无畏 降服一切 他这个比喻就比喻成为 既是伟大又是无畏的 这样子来做一个比喻 阿异王柱里面 所挖出来 那个菩提中心 阿异王柱也是四个狮子 他四个狮子呢 当时阿异王把这个狮子 把这个柱子 他的这个意识以佛意的 就是知永无畏 这是阿异王柱的这个寓意了 他寓意是这样子的 之永无畏 然后还有呢 就是象征着慈悲的那个呢 是正设四方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含义 下来呢 你看了在所有这个希腊 就安安德罗王朝里面 全部现在发掘到出来的 有一些是我看了有一座呢 是在旧金山那边的博物馆 然后还有很多呢 就在敦煌 敦煌的佛说法啦 旁边有狮子啦 佛的这个座底下 有狮子啊 它都是有寓意的 就是以希腊的文化里面 它有很深的这个寓意的 所以有两个 一个法座叫狮子座 一个是禅座也叫狮子座 你把这两个这个用意呢 就套上我刚才讲的那种文化的定义 所以座禅也是那样的形态 说法也是那样的形态 这个人呢 才真正坐到印度 他讲的这个叫圣啊 才坐到他的那个重要的 《大波尼盘经》里面讲 有两个 那一个呢 称为慧庄园 那一个呢 就把它称为叫福德庄园 狮子呢 具备了两种庄园 这个是慧庄园呢 是以石地为慧庄园 然后呢 福德庄园 叫修十波罗密 成就福德庄园 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定义了 那就是呢 在说明 那个狮子 它是一个怎么样呢 成就它称为狮子吼 所以狮子的那个品质 它就是啊 它寓意在呢 人中施子 它的品质 必须要 慧 福德 这两个 所以慧是怎么样的 福德是怎么样的 慧就是你要 你要修行 进入初地 二地 三地 这样子 一直进去 你才能够说 你有慧庄园 慧庄园了 那个是修慧了 不是文慧和 和私慧而已 就是你有修正到 那样子的一种 一种品质 达到这样的境界了 然后讲福德庄园 当然就就讲了 从谈波罗密 一直到呢 那个舍波罗密 这样 他就讲了 哦 你这个人呢 具备哪一种性格 就是呢 你具备哪种性格 这个人就是 好思 是第一种性格 是吧 所以你准备展现 人家知道你有福德 他就要从 你具备这个圆满的 这十四个项目 才可以看到 你福德 是到了哪一种程度 这样的 好了 还有一个呢 就可以在 这个大波尼盘经 狮子吼菩萨品里面 看到 有 菩萨有十种狮子号 这个就太多了 我不讲了 你们去翻一翻 这个都是很特别的定义 如果你不看经典呢 你还不知道 狮子 这十种品质加起来就叫菩萨师之后 那是特别说的 我为什么要提起给你们呢 知道呢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呢 不需要太多出家人哦 出家人呢 吃闲饭没用哦 倒不如成就一个菩萨功德 现在是菩萨路士的最佳时刻 所以呢 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呢 大波尼盘经 如果你不看 你还不知道呢 到了西域了之后 佛教的这种深度和广度 已经超越印度了 哦 所以 印度的好汉啊 爱抚印度 佛教的这个好汉 出来这个呢 世界呢 都还不知道 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了 就变成很狭义 好 讲完了 新家王朝呢 再回去讲 那个 讲一点 贵双王朝 把贵双王朝先打开一下 然后才回到这 没准备 你放一个图就行了 你把贵双王朝那个图 他单单一个图的 你放这个也可以 好 就放这个也可以 如果放回那个 清室那个 对好 这是贵双王朝 新家王朝过后了之后 他还不行呢 他都很短命 几十年而已 他的王朝 就只讲上午精神 他没有呢 是说文略 只有五套 那到了呢 再打下去不行 谁不能打 当时你看呢 共产党呢 那个呢 这么插劲呢 这么穷这么绝 像古巴都能打 那打是不能解决问题 战争来治国不能解决问题 古代就是那样子了 所以呢 有能力了之后 要强服这个国家 除了有能力打之外 他一定要靠文化的 靠文化呢 才是上上之策 所以到了那个 他等贵双王朝来了之后 贵双王朝的第一个叫 加涅释迦王 当时他在贵双 这个地方 可以先讲大碗了吗 叫大厦 肉治国了 大厦那个地方 大厦有 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当时呢 他的国王还很小的时候 他也蛮可怜的 他是个太子 然后呢 被送去 送去怡田 就出狱那个地方 怡田狱是吗 和田 和田也叫怡田 对不对 我的印象 他也叫怡田 是吗 怡田 和田 送去那个地方呢 是 叫什么 就等于 送去那边呢 是 压家那边 就等于说呢 他压在那边 所以他国家要通好 这样呢 你如果要给他打起来了 他先把你这个太子干了 古代里面 就是政治上 或者是 帝国文化里面的一种手段 中国呢 那个 几千年来也就经常有这样 是吧 都压了去 那个叫什么呢 人知 所以当时他压到这个地方去的这个时候啊 这个地方是信仰大乘佛教的 哦 他对他呢 特好 就是非常慈悲 对待他 给他受了非常完整的教育 那完整的这个呢 武术训练什么 这个呢 就等于把他呢 造就成了文陶武略了 然后才松还 松还了之后呢 他给佛教的那个呢 大乘菩萨呢 洗脑了 彻底的就把他呢 那个呢 思想呢 就叫什么呢 就是推动到呢 那个呢 非常急进去 我把他称为这个名号 叫菩萨精神里面有一个叫 积极 进取 到了这种精神状况 然后呢 他就回来了 展现他的这个文陶武略 所以他的那个 展现了就把这个地方呢 一代 一代二代到呢 这个严真 严真什么 第二代的时候就 把他 版图 扩得那么大 扩得那么大 那时候 就 推行 推行的那个 运动呢 就是 菩萨 菩萨精神 那时候 那时候大量的这种 菩萨的那种呢 思维 菩萨的修行 全部就 出来了 很多菩萨的经典 就在那个时候呢 产生了 那 产生这个经典不是没有依据的 都 都可以呢 看得到所有这个依据的 那时候呢 他吸收的就是等于 康居啦 然后 安息啦 这些 这些地方 然后印度啦 这些地方的那个经典 吸收了 但是 所有这个经典 就像我们这样 啊 那边呢 宗师 菩提道次第广论 啊 那就是宗师 奥比达摩 啊 这里呢 宗师呢 那个呢 补门品 这样 各人各人的身照 然后各人各人 写出他的这个呢 著作 积累他的这个经验 所以经典是那样的 佛陀的这个时代 当然都很少 啊 一出来佛弟子的东西呢 都不断不断演化 多起来 所以啊 当时 他 呃 那个贵双皇朝的这个时候呢 是历史上呢 最 最特别的一个时代 希腊文化 然后安息文化 安息国文化 然后呢 再加上呢 这个呢 呃 东汉 已经进入西汉了 是一个强国 然后再加上了 安息国 不是 贵双皇朝 当时候是四大强国 鼎立的一个年代 所以啊 汉人呢 汉人呢 还是厉害的 汉人呢 为了知道呢 那个希腊文化 为了呢 这个知道安息国文化 然后 知道贵双皇朝的这个文化 所以你看 大量的这种 知识分子 到中国来 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 上面我所讲的 是吧 从安息高 然后下来 资楼家参 然后到 道安 自己本国人 道安 然后到了 就是 就莫罗斯 进来 所以这一系列的 这个人物 出现 才造成了 佛教 中国化的 这个基础 好 回来 我的一个结论 那一章 好 回过头来 从经典上来说 经典呢 我的这个意思 再过来一个 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给他一个结论 佛思后的这个经典流传 推广 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倾向 叫 集 这个应该不是我的话 集齐大臣 没关系 再改没关系 好吗 我早上睡醒的时候 这些东西也出来了 所以他不熟悉 我是第一次 我身边呢 带了秘书 我还来不及 学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对这次来呢 也很认真 这次呢 是各位 所以感激各位 给我姓缘 让我复习 让我呢 想要在 在 在 把它 思维 整理的一个 一个东西 让我有机会去做 要不然我又忙别的东西 所以我呢 一直 一直在 想 一直在 继续回忆这个东西 所以他 他还看不熟我的字 我有时候 他一出来很多 我必须要 很快地写 这样 好 集大臣呢 也就是 他分为两个 一个是呢 知识分子 和呢 禅者 就是能者 自由发挥 就是自觉者参与的 佛教是这样子的 来出家是什么呢 自愿出家 就投入了 佛教的文化推动 也是自觉 也是自觉 自己愿意的 没什么 佛教就是那样 一个自由的团体 里面呢 没什么 这个利益 利益很少的 利益都被戒律 约束住 连吃都控制住 你不要吃太多 进入佛教呢 是没有 没有好日子的 很刻薄的 唯一一个有的 这个东西就是 你必须要有 非常锐利的 这种决心 非常好的品格 你才会在里面 得到真正的 受益 进来了之后 只有两个自由发飞 这个是叫能者 能者就是知识分子和禅者 这是能者 第二是力者 就有力的 力者有两个 一个是王力 一个是大威德力 大威德力 也就今天换我们 叫做不是王权了 这个是称为魅力 大威德力 就是有展现出他特殊的魅力 就是说魅力很可怕的哦 像那个 马泽东就最知道魅力的可贵 是吗 那达赖喇嘛有一点魅力呢 这个中国都是把他拿点刀草盖就 最怕达赖喇嘛的魅力 是吗 达赖喇嘛也就是身不逢实啊 我看我们佛教的那个长者 这个人物是身不逢实 他应该没有太大 我按照心理说呢 我观察这个人物很久 他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这种 太过的一个执着 但他有的这种法的一种生物 没有办法贡献给这个世界 我觉得呢 太可惜了 只能这样子 西藏呢就没别的想法了 但是呢 他古老下来 一直传承下来的教育 就是经教 除此之外呢 在我来说 西藏佛教一无是处 他得需要改变他自己 获得这个信心 他唯一一个呢 值得骄傲 也值得注目的地方 就是他的经教 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提到这个呢 大卫得利 我就说一下 达赖喇嘛 是一个很有能格魅力的人 你看他到了纽约 到了那个华盛顿 在洛杉矶 他不会串联的 像共产党这样子呢 他需要串联才看到的群众 像那个 我们叫范蒂冈的教皇来 他绝对不敢去纽约 华盛顿 那个时候呢 多元文化 多元政治声音的这个地方 他一定要来到我们省卫 那时既保守又有信仰的那个教区 他才能够呢 就是信徒呢 说蜂拥而上 我说这个话不是说笑话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 那当时候呢 我呢就是 我就说你们老和尚没教我呢 真是可怜了我 他把我呢 就是介绍给别人去了 是吧 我就到了审论 所以去不是说要再盖一个庙吗 才能够有理想 所以就看我的钱呢 我可得省着用了 所以呢 就自己呢 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呢 减低这个呢 钱财的这个呢 花费 把这个花费呢 用到极致 所以呢 到山上去买木 找网上找 我呢上网呢 本事不大 但我上网找东西的本事可大了 找到那 就老龙湖 他说他有这个木 就是那个红木 红木就细的 Western细的 他说这个红木呢 是 这个我们 Misuri 最大的红木 最大 我们这里长得最大 我问他有多大 他说呢 给我讲了一下 然后我最大的也找到 真的有这么大 红木有这么大呢 那不得了 所以我下去了之后 说给他们买 第一次去 我回去 我下到去 我真的 我现在想起那个地方 一到了那个地方 真是踏实 我五岁到七岁就住在那个地方 一模一样 到了深山老龄了 我就是深山老龄长大的孩子 所以去了那个地方 特别的那个呢 欢喜 就回到我童年了 然后给他谈价钱 然后谈 就谈妥了 然后就看那个木 也就看得真的是 实在了 我还怕他呢 那个呢 因为我已经被骗了一次了 我到阿肯索去买 被人骗了一次 骗了一次 然后就不讲那些丢人的事了 就先讲这个不丢人的事吧 然后看了之后呢 就想 我自己呢 得弄个那个trailer 我自己来拉 我这个和尚已经不太信任了 得自己来拉 我说我弄个trailer 我就买个trailer 可以来拉 我就买了一个八吨的trailer 我就来拉木 拉木呢 他这个 他有一个弟弟 他的名字叫Cliff 应该是 Cliff 应该MF 还是什么 不管怎么 他写了一个字 他写了一个字给我 我就知道他是从Touch那边来的 Touch是什么 哪里啊 他应该是西班牙 还是什么 德国 从那边来的那个后裔 他就住在那边 在那边长大了 这个人很好玩 他给我谈好了之后呢 我就来了 然后他的弟弟来帮忙 然后我就看他 他弟弟在做什么呢 他那个呢 就是用很原始的那个木镯 这个大的锤子 把它打裂了 打裂了就一根木 他就打裂成了六根 然后每一根这样 他就用那个用来横着蓝马 各位有知道 有到马场去吗 那农场 他就不是那个边围的围栏 是吗 他就是用那个 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子打 他弟弟就打那个 打那个来卖 我就问他一根多少 他就是一根四块半钱 就这样子打 哎呀 我看够苦 那够苦 他弟弟呢 是我们讲是那种 职障 职障这样 但他就留住他弟弟 他弟弟就满身肌肉 就是干牛活那种人 他就在打 但他弟弟一听我的名字 我去了哪里 为了容易他们叫呢 我就叫我的俗名 我就给他们讲我的俗名 叫操 操就是那个小狗了 美国那个狗神叫操夫 小狗的时候 所以我就叫操 他一听就懂了 如果我讲我的那个出家名 就搞死他们了 他就第二天就听懂 他就叫操 他就听了之后 操 我在吃饭 我给你一点吃的东西 他就拿给我 就是我吃的 这样他就 他弟弟拿给我 这样 他拿给我了之后 我掉头一看他 他又回过头 一坐在那边 他就翻开他的那个心悦 就在读了 读他的心悦 这个让我真感动 他们一放下手就拿起圣经 是个这样的人 后来呢 我再回去的时候 他说 It's the meaning God call 我这个树呢 六七十 这个树年 就和我一起长大的 他也 这个树林和他差不多长大 现在呢 就是 卖给你去 他就 来了 看到我的这个庙 他说 以后我给你送过去 你要多少 我就送多少 我就给他买了三百多根 让他陆续送来 他送来了 他说 这个就是呢 他的那个叫 启示了 我这个墓就是长到这样了 来给你建一个庙 他没分 他没给你分什么 哦 好 我给他呢 那个呢 真是有缘了 他守住那个林子 守到那个墓这么大 就给我盖一个庙 所以在这里呢 讲一个故事 你们听 法师提到一个 一个 问题 所以呢 我又回到这里 也要回了 回到这个地方 你看呢 宣教王朝 这个年代呢 在佛教史里面 殷孙老法师写的 这个佛教史里面 尤其他有一个呢 称为佛教的南北朝 叫佛教的南北朝 那我就顺便在这个地图 讲一下 是什么叫佛教的南北朝 因为这个王朝里面 他复兴的是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很狭义的 他排他性很强了 到现在为止呢 他呢 这个西克人呢 还是排他性很强了 所以他排他性强的这个时候 所造成的佛教的一个困难 就佛教呢 烧寺庙啦 杀这个呢 杀门啦 杀这个贩子啦 就不让佛教有生存的机会 所以当时呢 佛教徒就就就就称为 三王灭佛 啊 所以呢 他就往南北两个地方逃 南方逃呢 就逃到 Galinga Galinga Galinga这个皇朝呢 是比较融合一切信仰 他没有排他 没有特别的那个爱哪一个宗教 但他哪一个宗教都让他有生存的空间 是一个文化比较包容的地方 Galinga 所以的南朝到Galinga 这个地方呢 就是波勒经出现了 龙卓菩萨出现了 这样讲空的这个地方 大概这个地方 然后呢 向北逃出去的这个出家人呢 也就到 加圣尼罗啦 到呢 这个疾病啦 到抗拒啦 到呢 那个 安安安西了 这些地方 那些地方呢 因为 阿玉王 把这个佛教当为 他国家的这个外交啦 当为一种这个政策 输出去 所以佛教在这个地方 已经不满了 已经不满了 这个佛教的文化 所以呢 北朝 就佛教徒 到那边去 就 有生存的空间 主要这个就是 他立国时期 当时 立国 这个佛说 密多罗王 他一立国的时候 这个人呢 很称佛教 没给佛教呢 那个呢 就会喘息了 所以那时候 就是佛典里面讲的 三大恶王之一 就恶王在这个中国 所以南北 逃命 这也就是我见到呢 佛教 到了纯文人的时候 没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 争嘴皮 大家呢 斗嘴 本事可大 等到呢 就是呢 一要命的 这个时候 谁都没有呢 那个呢 保命的能力 这是我从这历史上 看了 看见这个 这个落点 这个叫落点 好 回来 我总结了 这个呢 从孔雀王朝 最爱佛教的王朝 下来了 到了罪恨佛教的王朝 叫孙家王朝 再回来呢 就又一个 爱护佛教的王朝 就是属于贵爽王朝 这样子来看呢 佛教呢 都不是呢 只是一个小问题 在那边呢 个人的这个嗜好 佛教是大众的文化 了解吗 社会呢 最大众的一个文化 从佛教的角度 和他自己的这个呢 面来看 当时呢 王世成的这个时候 就结集了 串集所有经典 当时那个叫第一次的结集 就佛灭后三个月 第一次结集 下来呢 就批示了第二个结集 第二个结集呢 大概经和律呢 还是经和律 重要就是 绿的重审 当时呢 结集这个时候 经是没有问题的 经大家都没讨论 应该那时候呢 对经的这种开放性啊 就是你怎么样讲都没所谓 但行为呢 要规范 这个团体的约束呢 要付上这个规范 所以团体才有团体的精神 团队才能够造成强大的团队 这样子呢 佛教才有计划 在社会上呢 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不众个人怎么样说 所以当时的经完全没讨论 只讨论律 那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呢 从印度 当时在印度本土这两个呢 对于呢 这个思想的开放啊 那是极端的开放的 没有像我们今天呢 在斗嘴思想上 思想上不应该斗嘴 就是生活上呢 得多约束 这是第二个 到阿育王的这个时候呢 叫杰三藏了 这个呢 不是在威德利了 到了王力的父慈 王权的父慈 这已经不是佛教自己的事情了 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一个 一个利益的问题了 所以 直接阿育王参与 这样子的一个呢 佛教的那个叫父法 所以阿育王呢 也被我们佛教呢 一直怀念 他是叫佛教的转轮身亡 佛佛陀是法王 他是转法轮的身亡 就是转轮王 那到了那个 新疆王朝呢 就是佛教的这个人啊 两边走 被赶的时候呢 才真正怀念 怀念了这个这个这个王 然后呢 才有 你看了他讲弥勒菩萨 其实你真正来看他的整个这个文化呢 他就是暗示他们当时怀念的阿育王 以及佛陀 所以佛陀已经过去了 但过去了之后呢 怎么样怀念他 所以 弥勒菩萨是集阿育王和释迦佛 以一生的一个新造型 那时候就开始有佛教的一个文化的新的篇章 为什么新的篇章 从传教上来说呢 无数的这个典故 适应着呢 无数的这个呢 朝代 为了佛教的一个复兴 好了 下来呢 他把这个三藏结局了之后 就人才就 真正大量的 已经把佛教国际化了 所以说阿育王的功德不可灭 是在哪里 佛教真正的国际化 你看当时就形成了 我们今天中国佛教 现在能拿这个汉文这个经典 到西洋来 呱呱在叫 为什么呢 当时安息国的这个呢 叫落魄王子 就是没别的出路 像我这样 落魄好汉 没别的出路 就变成了这个圣人 圣人呢 自己有了出路 也能感恩 我一部讲了 菩萨有十个十字号 有一个叫 感恩如来号 就我呢 大概上呢 也就是感恩如来 大作十字号 为什么 他救了我命也救了我心 什么 他给我心 能安了 就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有的这个欲望 欲望呢 得把他安抚 人的欲望要怎么样安抚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是吧 我感恩释迦佛 因为他不只是救了我命 而且安了我的心 我的欲望 从此就有地方安顿了 是吧 有地方就发挥了 是吧 所以我发挥这个呢 我将来呢 不会再设计 以前的这个烦恼 就述事之苦已断 就是未来之生 以生 你就大力给他弘扬 所以当时 欲望是佛教国际化的第一人 下来了之后 再经过了这个灭佛之后呢 再到呢 桂双黄朝 桂双黄朝呢 是佛教大称化的 最重要的 带头者 桂双黄 他在那个年代里面呢 他也不是那个小气的 他也是把所有收集来的这个东西呢 做有根据的这种积累片川 然后呢来复兴了 来复兴这个佛教 所以论章也就把它称为 我们今天中国经典里面经常要写的叫小称 小称的这个禅法 禅的这个阿比达摩 然后呢 大称也就是属于菩萨教 大称章 都不是小人物了 他们呢你看 一级一级收下来呢 都越收越完备了 那个是文化的大家了 像我们今天呢 这个美国的图书馆一样 不能够小气只收哪一些东西 不收哪一些东西了 当时呢 这个以文化信国的这个角度呢 必须是那样大的这个格局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四个阶级 那边呢都是历史上明文规定下来的 他都已经写了 他们呢这个第四阶级那个 叫什么 尊者 他有一位尊者有个名字 查一查就知道 你们回头看就知道 所以他这些这个阶级的时候 都有代表的这个长老 有一大大群人来做这个工作的 做好之后才怎么样 都是非常有规划的 下来了之后也就是到了道安的时候了 我就讲道安他也做过这个工作 没有道安做这个工作呢 后来佛教是没有 没有到我现在明天开始要讲了 叫做达摩东来 就真正形成中国式的这个佛教 中国式的这个修道 所以中国式的这个修道是 奠基于道安 甚至呢就是安息高 就莫罗斯 这三个重要的人物为代表 然后才造成中国佛教呢 就是非常深厚的这种佛教的底蕴 然后才产生佛教的那个 开始兴生的一个工作 好 接下来 再一个图 好 我写了两句开头的话 就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段叫达摩东来了 第一个是南北南北朝的这个大量医经 使南朝一直到随堂 南朝就是宋梁 宋梁 宋梁 宋梁的那个时候叫南朝 所以南北朝下来呢 就是宋梁梁了 然后就到随堂了 我中国历史呢不太 非常粗糙 没有很好去读它 当时呢就是医学 禅风 一时能够兴起 主要是在南北朝 奠定了好的基础 下来就到这里了之后呢 就印度都那时候来的都是禅食了 那时候呢带不了什么高明的这个经论来了 所以我看到这段呢 我想我一辈子就看这段就行了 下面的东西我们不太要看 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都是支支摸摸 杂七杂八的东西 比起早期的这个东西呢 早期才是佛教的那个年代 他那时候是精英被处 都是那个精华的一些东西 后来的东西呢都被印度教啦 奇纳教啦 甚至呢已经没有了佛教 都是一些外道的东西 外道的经典 唯佛经 他有佛教的内容很少 已经不精纯了 最精纯就是到大正佛教这个年代 贵双王朝的这个年代 他的那个所有大部头 就是一大堆人在用功研究 在思维 在写作 那些东西都是呢 亮亮的 光光亮亮的东西 后来的东西呢都是 我看了之后也没没 对不上对不上佛陀的东西 也对不上印度的东西 就从上面那个阶级里面来看 这样子回过来看 所以我呢就准备我一生人 没那么多 我也不是一个文化人 我爱读书 但我一生人读书是有个目的 所以有些东西我不需要去读 也不需要去知道 信有北朝保学知识 就是像道安法师设的一些 叫空谈民事 就是叫知识分子 他设的一配知识分子 他度的一批出家人 领的叫保学知识 寻宿宿命的寻宿 然后呢换来南朝善事 这个叫禅禅西天东土 这两句话是什么讲呢 就是呢 北朝的这个时候五胡乱华 胡人都要把自己的文化也带过来 翻译给你们看 然后才统治你 这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 不会学你们汉人的文化 为什么这么大的气力做这个工作呢 他还是有政治因素 那么这政治因素呢 当然是他们在想 其实呢也真的注意了中国人 当时西域印度来的东西呢 确实是有他们独特的地方 比起中国诸子外加来呢 还是属于胜了一筹 所以当时呢 这些所谓的这个民事 知识分子啊 政治上不得知的也有 正在当官的也有 这些人呢 都倾向于牺牲 就是我们中国也有圣人啊 就是老庄啊 孔子啊 就是呢 这些诸子白家 但比起牺牲来呢 就是宿命啊 宿命的意思呢 当然我讲的宿命也就是 他们都探头去 追寻过去 就是西方文化里面的精英 他们是怎么想的 所以他们怎么想 怎么知道啊 经典翻过来 才能够 就是追到你的宿命去 追到你的文化的 最深层的根据去 深奥的地方去 我的宿命是这样子的 人家讲的宿命 我一看到我的宿命 我一听他讲 糊涂的话一大堆 他会知道什么宿命啊 我打开这个书呢 使命的读的 追不到人类的宿命了 所以佛教所讲的这个宿命啊 就是过去 能够知道过去的真实性 这个叫宿命 不翻书读书 能知宿命吗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西圣就是圣人啊 圣人的系数啦 圣人的这个文化系数 换来南朝善事 就是善事经典我们讲 叫大乘经典里面呢 如果大乘经典叫 三男子三女人 佛经里面讲的叫善知识 就是有善根深厚的人 就是一听这个东西就有兴趣的那种人 听了之后他很欢喜 有兴趣的 就叫做有缘 或者叫 我把它称为善事 就开始 善 就是 善 善 就是 善 善 善也是观察了 中国呢 最后我在讲东方的禅法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特别对它敏感 我会多从很多方面来讲 中国为什么叫善禅 印度人称为 习禅 禅修 为什么中国人叫善禅 它是什么意思 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这个东西让我很用心 你看它 西天东土 西天东土是什么呢 不会厚齿薄皮 也不会四强凌落 东方有圣人 西方有圣人 那时候是 道安法师和旧摩罗斯 互相的那种清新的 就是呢 他们两个好汉 互相之间 都是没见过对方 但是都已经就是满心的欢喜 想解释这个真正的人物 所以后来的那个年代里面 学禅的这个人都知道 圣人都在东土和西土 这两个地方 所以接触这个人都没有特地的 民族感情 国家感情 这个是这个时代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到了今天呢 我们来讲到现代的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要去修道的这个人 他能跨越这个国家民族 以及这个肤色 这个呢 不太容易的 这个我们叫学到的 先端正自己的心态 才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好 再换一张 这也就是 我吃了一顿饭呢 回去休息了一下 我都还没坐下来休息好 我的脑袋又冻起来了 我就把这段写下来 我都还来不及去看我自己的东西 这不是超人的 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我有时候脑袋呢 一下子呢 他就呢 搭错了线 他就很多东西出来 所以他一多东西出来呢 就别写 不写他 待会儿就没了 给让我休息看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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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绝 我有时候脑袋是这样子的 我又想哪一段 有时候他还没来做细节 他就已经把结论写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脑袋奇怪 这应该是我要讲达末东来的一个结论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不讨人家的 我就想我对禅宗认识 他是一个怎么样 我还有一段已经写了 但这段先给各位讲 达末来我大概讲了这段就到现代来了 我不再讲下去 我讲达末东来 只从初祖到六祖 达末本人下来 之前我还有一段 我要讲的是征召 然后就讲道安和 和罗胜两大师的弟子 他是怎么样在那个 像我要讲 一个是征召 一个是道生 就是特殊的人物 我还没来得及讲 他这个东西就跳出来了 所以我写了之后呢 后来我写了这个之后 我还还在看他们东西 明天我就从那边讲 不过你们先看一下 这个 他的最后这个阶段 下个星期了 好事好事 这样子 我不必读书 读到我的冒汗 我读书很紧张的 我不是个读书人 我一读书我就很多东西想 就很紧张 赶快要把它读 读了这样 我也不想读了人家 讲人家的东西 我讲读读得出自己的东西吗 这样 好 我今天呢 这段我不讲 让大家呢 看一看 然后回顾一下 我就下来 我讲 先从那个 曾召 道生那边先讲 他那两位大师出现的 参禅的人物 他的文化是怎么样深厚 再下来就讲到这里 这里是五个了 从达摩 一直下来 到六祖 大概提不到所有的人 当我讲了中国人的这个特色 中国人的当时这个呢 随唐就是从汉人到了唐人 唐人是个可怕的人物 我对唐人的这个呢 心里啊 我都非常震撼 就是唐人到底是一个怎么能物 我又写了 重新写了一些 就是比这个呢 写的呢又不同了 让大家也给我一起 来分享 唐人禅的锐利 我今天呢 想就讲到这里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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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